3-1個中產黨 今天這個話題其實我們已經以前講過 但我很之前講過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做這件事 就是這個打火爐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我們要回應香港最出名的KOL 蕭先生 其實我不要說我講真話 其實是想抽水而已 是 押例抽水 等蕭先生再提我們 讓我們幫幫忙而已 蕭先生在他的影片講過什麼呢 我印象中因為我沒有詳細看 我應該講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周遜主要是講蔡蘭不懂做生意 但其實應該要集中討論蔡蘭說 但打火爐不是菜式這個部份 是 但其實我在《橙新聞》我寫了 我曾經寫過一篇 我曾經寫過一篇 我寫了兩篇文章 一篇就講了 在AM730的文章 就是講歸生意角度 另外在美食角度 我作為一個藝美食家 因為沒有人承認我 我只是覺得自己是美食家 才有感覺 所以是藝美食家 作為一個藝美食家 我當然是從食物的角度 去曾經分析過這件事 首先蕭先生引了魚梅的感覺 但是因為那篇文章 蕭先生當然很薄學 其實有些名氣的 有些什麼的 那本書 但問題是 當然我們 我都不記得說過什麼 現在我引回 這是第二個問題 他引了魚梅的那本書 其實打火爐的確是 有些人說 其實不算是一種菜式 烹調其實沒有什麼技巧 甚至會破壞味道 我首先說 第一 魚梅講未必一定是對 他不是神 他未必一定是對 但他的點子是否對 他講的應該是做白煮的邊爐 但現在我們打火爐 你是不是只限制白煮的邊爐 我記得他 我先講他有幾個點 第一 他就講 煮食是要用不同火候 不同時間的 如果你都是用同一個煲 那你怎樣控制火候 怎樣控制時間 那你會破壞食物的質感 第一 其實打火爐現在的不講究 如果講究量炭爐 是 要用炭爐 我講為什麼炭爐是炭爐 炭爐是什麼 因為炭爐出來的火 有很多不同的光泡 如果講光泡 有很多不同的光泡 它煮的時候 味道會是均勻 有很多不同的光泡的火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光泡 不同的光泡的火 所以它的味道的多元化 是多元化一些的 但是如果你是現在用普通的爐 這樣去爐的話 打火爐的多元化 那個火候的多元化 是沒有那麼大的 所以其實炭爐是好一些的 但是現在我講 當然現在你說不是 這個就是李小龍的一部電影 那個人說 中國功夫打得不好 軟手軟腳 李小龍就說 其實任何功夫打得不好 都軟手軟腳 你說打火爐沒有文化 打火爐不好的打火爐 當然沒有文化 所有食物不好都是沒有文化 沒錯 等如你去名將壽司吃的壽司 當然是沒有文化的壽司 沒錯 但是打火爐我可以很講究 我從什麼講究呢 食材 家傳七福 老七 當年跟他父親的福伯 即是福羅門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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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傳 學什麼先 學了三年買菜 你選材料已經有個功夫 你這麼容易選 同一條魚比哪條好吃些 這條魚比哪條好吃些 這條魚比哪條好吃 作為壽司刺身師傅 第一樣都是選材料 沒有說其他東西 選材料已經是 當時都不同 你們說什麼 當然是白水邊爐 白水邊爐 其實不是叫邊爐 或者是白灼牛肉 雲吞麵檔都有 白灼牛肉 白灼牛夾 蔥夾夾的時候 都是好吃的 你不能夠完全沒有什麼 當然你不用煮 你耗精不用煮 你一個雲吞麵師傅 難道他懂什麼技術 你雲吞麵就扔下水煮 對不對 雲吞麵 但問題就是 人家之前有事前工作 還有有湯底 現在就講一下熬湯底問題 這是第二個問題 不過第一個問題 還未答完 他說 那些食物是不同的時間 你全部倒下去 其實大家都是同一個時間 你便沒有了烹調的技巧 如果沒有文化的人 就是這樣 譬如無肚 無肚煮八秒到十秒 每一種食材都規定要煮多久 煮多久 煮五分鐘 煮多久 其實吃貴的打邊爐 甚至乎有牌插在那裡 譬如不同部位的牛肉 你都只能夠用指定的時間 我們不能夠用98元任吃的打邊爐 去衡量那樣東西 有沒有藝術或文化或技巧 總之功夫打得不好都軟手軟腳 對不對 那你選擇 那你哪裏最重要 為什麼人家可以開到幾百間 人家開到一千間的海底撈 為什麼 人家的心技上有湯底 那湯底也沒有問題 你說麻辣 你說麻辣 沉內存在的味道 我就吃得出有分別 你說麻辣 真是新鮮的 麻辣的意思是 如果要放一些難吃的下去 你都沒有那麼大問題 即是說比較好 你蓋上一些難吃的 你不是代表你吃鮮肉內麻辣 和腐肉內麻辣 我吃不出有分別 你們傻的嗎 很簡單 我因為很喜歡吃小肥羊 早期的小肥羊 和現在的小肥羊的麻辣湯底 是完全不同的 早期的小肥羊 他肯放多些料 那就是你會發覺味道很豐富 現在你吃的小肥羊 其實表面有一股麻油 但其實實際上已經不再是麻辣湯底 那你吃麻辣的時候 你吃不吃得出材料的分別 你吃不吃得出 那好吃和不好吃 怎樣都會吃得出 那就是啊 那些人說吃麻辣就吃不出分別 你傻的嗎 又是沒有美國的嗎 那些人說 都麻辣 都麻辣 其實任何東西 真的好 真的好 是有分 是吃得出的 如果你問我烹調有沒有技巧 有沒有水平之分 先不要說 其實不是煮的那一刻才叫烹調 等於一個刺身師傅 那他沒有煮過任何東西 那他就沒有技巧 那你刺身應該會消失 刺身沒有煮過那些東西 那不是這樣的 第二件事就是 刀工 不是 這個壽司是刀工 你刺身是刀工 壽司又是騙飯糰的手勢 但是就算說火鍋本身 如果你吃得出什麼叫做靚的火鍋 什麼叫做炸的火鍋 那本身已經有個技巧 如果你說沒有技巧 那些東西都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有些東西好吃些 有些東西看得不想吃 有些火鍋看得不想吃 那你選了當然很重要 那刀工 譬如你說 打邊爐都有刀工 就說蔡蘭的劉一手 他們就用功夫 他們就用功夫 功夫肚豆 為什麼是很薄片肚豆來的 因為薄片肚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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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快一點 我喜歡吃厚身 但是有一個差別 其實 所有的東西放下去 你怎麼切法刀工 因為牛肉厚切和薄切 是很大分別 究竟是怎樣 你不知道刀工 刀工的分別 你應該知道 這是基本的分別 其實這些東西 好像大家完全忌諒了 什麼都不管 就說火鍋就沒辦法了 我不覺得 火鍋就沒有技巧了 因為是我自己煮 就叫做沒有技巧 你自己家煮 當然是火鍋 沒有技巧 但別人做火鍋 那些火鍋當然有技巧 順帶一提 我前幾天真的去過那一手 蔡蘭那個是remove了的 本來蔡蘭不停地放 原本是蔡蘭的代言 因為發生了這個取消火鍋事件 就沒有了蔡蘭 竟然是這樣的 這是非常好笑 最後我想說 再拉遠一點 其實所有食物都有技巧和水準之分 你不能夠說那樣東西是很切 或者沒有文化 很簡單 公仔麵夠切了沒有 我都會吃到好吃的公仔麵和不好吃的公仔麵 公仔麵當然煮法會有個分別 又是滾水螺 吃又是這樣的味道 我還記得蔡蘭都親自寫過一篇文 說怎樣煮公仔麵是好吃的 如果是這樣 公仔麵都可以有技巧和水平和文化之分 那為什麼火鍋會不會有問題 我最最後這樣 如果看漫畫 你可以畫Snoopy 甚至金蕭文 或者扣井二人 那麼簡單 你都不會畫公仔 為什麼不畫素菲斯奇的真實型 為什麼不畫寫實拍印象拍漫畫 為什麼畫得這麼融族 對 這麼簡單 那些是兩畫畫好 Snoopy不是幾畫畫好 快速畫一樣 但那些不是代表他沒有文化 只不過他是快速做原主畫 對嗎 就是文化高低 技巧高低 我們就不能夠純粹用主觀的角度 有多sophisticated 其實那樣東西已經花了很多功力 他不是不設畫公仔 別筆加索 他用幾張圓筆畫 他畫得很漂亮 他畫得很漂亮 不是這樣 不是說很複雜 好實說 我從來不吃的就是 譬如說 你那個 我舉個例子 天空龍淫 我開了名字 米之前三星 OK 你用十幾個小時 將那個蘋果打爛了 Molecular Gastronomy 拆爛了 然後再十幾個小時 再砌一個蘋果出來 你再吃 那你會不會吃 即是那些是sophisticated 那你說好不好吃 即是打爛那個蘋果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好吃 我沒吃過 但問題是真的 你可以拍照 整個片放出來 一個蘋果打爛了蘋果 用十幾個小時 再砌一個蘋果出來 這些其實都是高級版的喜茶 沒錯 好這集就到這裡